下面,通过几种典型的具体操作,来讲解一下竖空佛珠机的使用方法。 竖空机床卡盘上已经夹好木料,是油性和硬度都比较高的绿塔木,长条的木方。 它的边长,也就是宽度是21毫米,适合做直径20毫米的佛珠。 这个尺寸也是比较主流的。 下面我们来分别加工几颗珠子和佛头。 以此类推,各种规过车销工具菜单里的圆珠加工功能,可以调出佛珠尺寸设置界面。 上面有代加工材料参数和刀具参数。 材料参数要和我们实际使用的木料一致,是木方就选择方料,是用的圆棒就选择圆棒料。 木料尺寸和实际测量的一致就行了。 机器上已经夹好宽21毫米的木方了,我们就选择方料,编长设置为21毫米。 做直径20毫米的圆珠,加工直径可以设置为20.3或者20.5毫米,流出抛光的余量。 选择打孔方式,操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是否打孔。 有些水波纹的金丝楠木,一般是要等珠子加工成型以后,再根据花纹的走向来确定打孔位置的。 刀具参数一般按摩认值就可以。 有了木料尺寸和要加工的佛珠尺寸,电脑就可以计算出如何自动走刀,来清除木方四角的余料,加工出我们需要的产品了。 点标准刀加工,这实际上, 启动主轴旋转,然后将刀和打孔钻向木料靠近,刀刃轻轻接触到木料的右侧面。 我们连续加工三颗,留一颗的料来做佛头。 车销时,机床控制刀尖,从木料四个角的外围向轴心方向一层一层的,先切除余料,然后再成型佛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用剩下的料再来做一个优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设置好尺寸的造型库里选择要加工使用的图形 这里有几百种造型 选择我们需要的一款佛头图片 然后打开 然后设置材料尺寸和要加工出的佛头尺寸 和佛珠加工的设置方法原理是一样的 木方的边长也就是宽度 设成21毫米 佛头最大直径也就是最粗的地方 16毫米 一般20毫米的珠子配16毫米的佛头比较好 输入产品最大直径的时候 总体长度会被自动按图形的比例计算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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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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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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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会按照图形的比例关系自动计算出来 切断方式选择最后切断 并且切断前退刀 退刀是为了给打磨抛光留出空间 抛光后再继续自动切断 这就是图形加工功能的使用方法 无论造型多么复杀 无论造型多么复杂 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有几个简单的参数而已 复杂问题是留给电脑去计算的 下面我们来开始加工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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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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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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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